嗨,大家好,我是YP 刚才,刚刚碰到一个小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个客户要买我的一个二手的一个包 这个包是个牌子,这个包是个小众牌子吧,但是也很贵 原价的话在40万韩币左右吧 40万,2000多块钱人民币左右 我这个包刚开始的时候,我发的价钱是39,200多块钱 那很便宜了,这个实际的包的价钱的十分之一了 很便宜很便宜的,但是这个一直没卖出去嘛 没卖出去,所以我就行刺赶紧的降价呗 降降降,一直降,降到现在降了一年多了,还是没有卖 没有卖,到最后这个价钱是19,000韩币 人民币的话,110多块钱吧 很便宜了,这2000多块钱的包 卖110块钱是不是很便宜 天哪,有一个人从昨天开始问我 1万韩币可不可以啊 我看听的意思,这1万韩币的话就60块钱嘛 他还要包油就是的了 我说不行不行,我说我这个 所以给你1万5,给你包油吧 反正这个包我太久没卖出去了 包很好,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卖不出去 1万5,给你包个油,那么就是人民币90块钱 名牌的一个包,90块钱,我再给你包个油 挺便宜的了 哎呦,跟我摸呀摸呀 这个,那个,我看网上有两个袋 你这个有几个袋,我说就这一个袋 就这一个,那个背包的这个背袋 啊,是吗 那个,这个那个那个,反正一直去找毛病 哎呦,天哪,这真的是受不了啊 像我这种,就是咱不是本地的韩国人 咱学的,学的韩语 不愿意跟客户纠缠太多太多 因为我韩语没那么好 他们讲的一些,我是不是听不懂 所以我一直都是在网上上的价钱 真的就是最低最低价 很少跟他们讲价 但是现在呢,家里的包太多 然后,你一直存在我家里 如果卖不出去,这个包它没有价值了 它就设个垃圾 卖给别人,便宜点卖给他 他如果背的话,那么 那么这个包就有它的利用价值吗 还是便宜点卖 哎呀,他给我讲价,那就讲价吧 就跟他讲了,哎呦 这种越讲价的这种客户啊 你还不能说它啥 我一般其实对客户都挺好的 就是不是这种很无理的这种讲价 我还是可以就是说慢慢的 哎呀,可以啊,行啊,行啊 稍微的,有时候赔一点钱啊 也为了卖出去吗 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人就是 他主要是你这个包 我已经真是卖到 就是很便宜很便宜了 你去吃一顿饭的钱 也就吃一顿饭钱啊 或吃一顿水果钱 水果这么贵 就吃几个苹果的价钱 你就可以买得这么好的个包 还跟我讲啊 一直磨叽磨叽磨叽到 现在真上午了啊 昨天晚上还是磨叽磨叽到 现在 哎呦,还给我网上接 还不给我直接打到 那个银行卡里 我在韩国这边 基本上都是卖二手的话 很多的百分之八九十啊 都是直接打到银行卡里了 其实银行卡里 这就是一个证据 你也必须给它发过去 也没有什么太 太蹊跷的这些事很少啊 在韩国这里 哎呦,一万五 到最后 可是打一万五 包邮这个价钱买了 还从网上给我付价钱 就付给平台嘛 付给平台 你付给平台 付给平台吧 我心思 但是这种客户 我的经验是什么呢 他最可怕的是这种 月事多的这种客户 他收到包之后 他就找你的刺 完了再给你退回来 再换回来 我这个包 真的就是赔钱卖 赔钱卖还不说 还给他包邮 我就跟他 刚才我跟他发信息了 我说 这个价钱已经很便宜了 然后他还给您包邮 那么你如果换货 或者是退货的话 那么就不可以 一会再看他给我回什么吧 我有点不太想卖给他 你知道吗 但是以我的经验来说 这种客户非常难伺候 但是他是客户啊 咱们对客户 我都是对很好的这种宗旨嘛 也就是在网上这种 说一说抱怨抱怨 跟他讲的时候 还是让他心情 还是不要太糟 哎呀 这种客户 真的有点不太想卖给他呢 我还是要不要太想卖给他呢 我还是要不要太想卖给他呢